平静的住宅里却发生砍杀手足的事件 桃圆姚美一对冯姓兄弟 二号弟弟开哥哥的车子出门时 不小心发生擦撞 两人因为修车废弃争执 弟弟突然情绪失控 拿瑞士刀朝哥哥的左腹部和手臂猛刺 哥哥忍透在女友的陪同下开车就医 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 五号还是宣告不治 弟弟偷偷到医院见哥哥最后一面后 马上逃逸 两人的母亲立刻报警 弟弟在火车站被逮后表示 当时两人发生争吵 是因为哥哥先动手 不断推他打他 他一气之下才会拿到反击 却气死因还有在九号解剖离青 全案因伤害致死罪 移送桃圆地检署侦办 为了金钱问题导致手足反目 让两兄弟的家人伤透了心 接着罗志然叶昀娜桃圆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